大家好 我是敵方熊貓 本週最強的七星噴火龍終於回來了 如果還沒有拿到的朋友記得趕快取得啊 因為好不容易又再回來的七星王者噴火龍 擊敗他一樣可以獲得最強之證 今天熊貓要教學的是一級必殺的打法 如果想要一級必殺請用密探斗篷 而要穩定100%攻略的話請使用解派器 兩種打法的努力值配法都一樣 個性內斂 個體值5v8物攻 特性一定要是妖精皮膚 要一級必殺也是帶這次招 100%的穩定攻略也是帶這次招 最重要就是要有破壞攻陷 但快光線他命中率只有90% 攜帶吸取之吻可以以備不時之需 無法一級必殺的理由有這四種 那通常熊貓沒有一級必殺 就是因為他在血量低的時候消除我的特性 消除特性那回可能就要重來 但其實如果你硬打也是可以過 因為這隻噴火龍非常的弱 所以NPC如果打噴火龍太動 那一回也有可能會失敗 要擊殺噴火龍的流程非常的簡單 只要破壞光線有命中的話一定可以成功 但如果你一級必殺流程沒有成功的話 想要穩定打也可以使用熊貓100%的攻略流程 開局先冥想三次 所以噴火龍打我們就越來越不痛 我們要把冥想放在比雜方便連點 再來就是假哭三次 假哭時如果發現血量不夠 使用別的招式的話時間會來不及 所以如果你已經判斷來不及使用假哭血量太少的話 就只能退出 隊伍裡面如果有可以補血的角色當然是更好 全部都成功後來個破壞光線就可以收工放範了 這次一樣有非常多的秘鑽料理 掉落率有7% 想要刷秘鑽的話選擇這隻就是首選 再來要100%勝利的話就要使用吸血之吻 開局先冥想一次 之後假哭三次 然後就可以無限使用吸血之吻打死他 有太金就有太太金 可是熊貓拍片的時候忘記帶節拍器 所以熊貓在第三洞呢 我使用吸血之吻玩後 我就使用兩次冥想再K他 如果玩家有節拍器的話是可以無腦打死他的 因為這隻蠻弱的而且先知一步又非常的可他 所以無論怎麼打我們都可以殺死他 玩家千萬不要使用破壞光線 因為破壞光線他會額外休息一回合啊 所以你會被多打一次 因為這裡我是帶走紅 所以我就是開了兩次冥想 然後再打他 神媽是沒有使用節拍器 但如果你使用節拍器打更快的話就在下面留言 因為這裡我是兩次冥想之後 再使用吸血之吻 那大概三拳就可以解決他了 好 運氣不好差一點點 有點可惜 喔破盾後直接揍他 破盾後會使用煉獄跟龍獅波動 但是龍獅招是對我們無效 好 最後一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打死的話請在下面留言 掰掰 掰掰 再 tilted 趕快 去山路獅操 開玩笑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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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